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這就是勞動節 可能很多人已經準備好要出去玩 或是想要像這樣 在家玩手機玩一整天了吧 那按照政府規定呢 勞工在5月1號可以放假一天 如果沒放假的也應該要給雙倍的工資 但你知道勞工節事實上跟勞工世界的忌日有很大的關係嗎 全球都是在5月1號的勞工節 卻只有美國是在9月才辦 又是什麼意思 這次的冷私事系列就是要來跟各位講 關於勞工節的由來 還有美國為何要把勞工節改到9月的原因 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勞工節起源要推回到19世紀末 當時正好是工業革命的起飛時期 美國剛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 工業化就使得工業的生產力需求大幅的提升 勞工人數也開始大幅的增加 但當時呢 美國勞工的工作時數卻都沒有減少 每天工作時數仍然是長達12到14小時 有些人甚至連週六都不能休息 每週都在加班 在現在你可能就要開告了吧 對不對 但在那時這卻是常態 當時勞工就覺得 每天工作 哇這也太辛苦了吧 工作時間這也太長了吧 因此 就勞工團體 開始唱到每日工作8小時的運動 美國及加拿大的勞工團體 在1884年的10月7日在芝加哥召開會議 決定在5月1日 舉行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示威運動 並決定於1886年的5月1日 舉行第一次的示威 推動這個訴求 在1886年的5月1日呢 芝加哥就有數萬名工人舉行的罷工遊行 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 他們的活動口號是 我們通知以後 無論哪一個工人 不可以再做8小時以上的工作 工作8小時 教育8小時 休息8小時 也就是所謂的三八字 遊行的剛開始 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GOOD 直到5月3日下午 罷工的勞工群眾 與麥考米克工廠一些 危機上攻的公賊發生衝突 那警察趕來鎮壓時 就往群眾開箱 然後就打死了幾個人 受傷者更是數不勝數啊 那這件事就引起了芝加哥的沸騰 各公會決於5月4日 在甘草市區公廠舉行群眾大會 大約有2500名的勞工參加 過程也是非常的和平 那正在勞工要開始收藏時 突然有一隊180名全副武裝的警察來了 他們將現場圍著起來 令他們就地解散 那就在雙方開始爭論的時候 突然爆炸 BOOM 層面瞬時就大亂 在黑暗中 警察很緊張 就開始向群眾開火 那人們就開始很緊張 就開始四處逃竄 那共計有10名勞工 當場被打死 而警察也因為誤射而死傷慘重 這個歷史上文明的甘草市廣昌慘案 事後警察還有新聞界都一口咬定 說是無政府主義的丟了炸彈 要求處理疾情 因此警察就大肆地抓捕了勞工的領袖 然後最後以謀殺罪起訴了8個人 其中有5個人那根本就沒有落到會場 只不過他們都是勞工運動的活躍分子 警察只是正好生意為要打擊而已 儘管參與集會遊行的勞工領袖 都陸續受到迫害 但勞工做了三八支的運動 卻沒有因此而停止 依然繼續施展 我這手不是人命的手 是人民的法鎚啊各位 那這件事同時也引起了當時社會上共鳴 還有資本家的自行 不久美國資本家在輿論的壓力下 就逐漸同意 歐陸各國就跟著受到美國影響 就開始慢慢同意了 之後世界各國在1919年 第一屆國勞大會通過公約 規定各國勞工工作時間是每日8小時 那每週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48小時 而每年的5月1日 世界各地都舉行熱烈的慶祝 成為三八支工作時間運動的成功紀念日 這個紀念日也一般被稱為國際勞動節 或是五一勞動節 那我們卻來都簡稱為勞動節 但在我們的活動發起一帝美國 當時美國勞工領袖 恐怕是 卻並不熱鬆把公運 變成一場實現社會主義 或共產主義的激進政治運動 它主張公會應該注意工人的實際物質問題 那在政治上呢 它主張公人們應該要通過參與民主選舉 以支持或者反對某位候選人的方式 來維護勞工的權益 在1894年5月 美國國會通過法律 宣布了一個全國假日勞工節 向勞動者表達敬意 那克里夫蘭總統和恐怕是 卻都不想把勞工節定在 已經跟社會主義者 還有無政府主義者掛鍋的5月1號 也因此兩人在決定勞工節日期之外 可以說是一拍即合啊 在兩人的努力下 政府宣布了勞工節日子 是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 這個日子也不是隨便搬出來的喔 早在1882年 紐約中央會就在9月22號時 在紐約市組織了 美國禮上第一次的勞工節活動 活動內容最主要是遊行和野餐 在同年6月 國會正式宣布 勞工節成為全國假日 並且把日期定在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 不管如何 勞工節這個節日就是要提醒大家 事實上還存在許多辛苦卑微 所以很重要的人們 我們要關心這些弱勢團體的福利 而不是只是用力的壓榨他們 從他們身上賺取利潤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趁著勞工節這個年假 讓身體休息多陪陪你的家人 趁機加固人與人人之間的橋梁 而不是只是在家玩遊戲啊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想要記得分享 歡迎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 因為我自己投了 我是飛 我們下次見 掰掰